客家人苦了乐了都要歌 于是便有了客家山歌 而客家娘酒一如山歌 可以喜可以背 深饮或浅尝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梅县松口镇 一个临江的千年古镇 在中国近代 曾经是梅州客家人 坐船下南洋的第一站 当年客家人在这里登上火船 挥别故土 从此远隔重阳 只有随身携带的娘酒 聊为思乡之情 娘酒是亲情 是不能割舍的故土情怀 娘酒深深留在了 海外华侨的内心深处 成为他们最深刻的家乡记忆 梅州客家人 有冬至炖羊肉 吃了满山走的说法 每年冬至 他们都会吃娘酒羊肉 进行食补 客家人冬至吃羊肉的习俗 源于中原的传统 为孝敬家中长辈 他们就把最尊贵的美味 献给老人 到现在各家人的发源地 河洛地区仍然常常吃羊肉 居住在梅县松口镇的五威 放羊黑山羊已有二十多年 仿佛是一种约定 多年来 它养成每天早晚两次放羊的习惯 尤其在早上 五威要等太阳把草地露水晾干之后 才把羊群赶出来 因为黑山羊不能吃带水的草料 尤其是早上带有露水的草 很容易让黑山羊腹泻生病 黑山羊的养殖绝非易事 它们各个食量巨大 没有足够的草料 就很难填满它们的胃口 一般的牧民不轻易选择黑山羊 但五威对于放羊这件事情 做得尤其一丝不够 它知道如何让黑山羊生长更加健康 它每天都会到野外放养黑山羊 让它们食用天然野草 黑山羊经常奔跑 大腿部位的肉质肥瘦更为均匀 黑山羊在五威的眼里是生活的乐趣 也是未来的希望 它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每一头黑山羊 小羊摔伤了腿 它便抱着小羊出来放牧 让小羊能够吃到新鲜的野草 每年冬至时节 都是五威一家最忙碌的时候 为了能够做上一锅娘酒羊肉 附近的人们会早早预定 他们养的黑山羊 家家户户他都会经常上门来 找我看羊买羊肉 或者是说我网络上面的客户 他都会跟我订羊肉 快递给他们 五威的儿媳一直帮助公公销售黑山羊肉 他甚至已经通过网络 将黑山羊肉远消到了全国各地 来自镇上的曾庆芳 对五威的黑山羊肉一直情有独钟 在这个一家团聚的喜庆日子里 他从来都不会错过 与家人一起分享他最拿手的美食 曾庆芳烹制的娘酒羊肉 因符合本地人的口味而备受推崇 梅州客家娘酒羊肉 之所以成为人们喜爱的美味 立即就是采用了娘酒的制法 黑山羊肉 黑山羊肉经超过后 再混入冰水冷却 冰与火的碰撞 激发出了羊肉潜在的能量 羊肉犹如过山车一般 从云端瞬即落到地面 羊肉的肌肉蛋白瞬间收缩 肉质由此变得紧致而有韧性 娘酒羊肉这道菜的制作工序 比较繁琐讲究 羊肉必须要选用 黑山羊的前腿肉及脖梗肉 因为这两个部位的肌肉 比较纤细 肉质细嫩 吃起来味道鲜美 山味极小 把锅烧热后 将瀝干的羊肉倒入锅里干炒 在锅鱼铲的金属撞击声中 时间仿佛也被涂抹出一层金黄的肉色 羊肉的香味逐渐步于空气 让人欲罢不能 焦黄的生姜 橙块的羊肉 不断在锅中爆炒 这些工序的准备 仿佛都在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 客家娘酒的加入 让这一刻具有某种仪式感 一个小时后 娘酒羊肉 激进工程 曾经方对于时间的把控能力 发挥到了极致 烹制好的娘酒羊肉 色泽暗红 甜甜的羊肉 带着淡淡的酒香 不肥不腻 每周客家人 把对冬至的眷恋 都随着娘酒 融入到羊肉之中 他们对于冬至的记忆 仿佛也带着一定的温度 曾经方做娘酒羊肉 用的娘酒 也是自己酿制 实际上 他在梅县松口古镇 还开了一家专卖娘酒的店铺 蒸酒磨豆腐 无人称师傅 蒸酒是客家人的传统 围着酒问火堆 看妈妈酿酒制酒 却是曾经方儿时最大的乐趣 如今 他把童年的乐趣 变成了自己的记忆和生计 在古镇生活 曾经方唯一的喜好 便是娘酒 他每天的生活 都是围绕着娘酒进行 他酿制的娘酒 因为口感绵柔香甜 备受当地人喜爱 本地人有时经过他的店面 都会停下脚步喝上一口 一起感受小镇生活的美好 咱们进来太厉害 太厉害了